节运列车缓缓使进车站 交通部观光局为了推广台湾旅游 与洛杉矶大都会节运合作 以台湾观光代言人Ocean为主角 在车厢外观 涂装融合宝岛海湾旅游 生态乐国 文化与美食的四大主题彩绘 为期半年 在大洛杉矶重要节运支线上绕行 希望能够吸引百万人次目光 成功宣传台湾观光 我们希望能够利用居住地最多 而且收入最高Pasadena区的Golden Line 以及开往Santa Monica 最多国际观光客的Export Line 能够触及到居民上下班的人 以及经过列车在开车或步行 在车站附近的人 还有来到美国的国际观光客 能够看到我们这个非常色彩缤纷 能够引起旅游动机的欧雄彩绘列车 台湾观光局策划这一系列的台湾观光旅游年的活动 将台湾的四大特色的观光的资源 都通通的发挥 所以希望我们今天从这个观光列车启动 然后欢迎我们这个全这个加州的乡亲们互相盛举 观光局表示 这一次彩绘列车是以台湾永续观光为主题 采用可爱的卡通底图以及实景照 呈现台湾海洋特色 希望能够提升来台旅游人次 感谢观光局策划 感谢观光局策划